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坚持到一定程度 你们就会发现喜剧靠的是天赋 我们今天是第一位一分区对抗赛 一个人并级 另一个就直接淘汰 我说这还有对家呢 这是打麻将吗 那他们俩谁要胡了呀 你爷爷有后劲 坟头草老高了 严手 女孩子对我们的好有五个G 我们看得见 但我们装不进去 不会 可以陪你玩吧 严手行动 还有龙虾 还有龙王 怎么会有龙王啊 你刚 为什么不下雨 为什么 不下雨 肉食动物今天特别的惊艳 周期末和肉食应该是 形成非常激烈的一组 周期末老将非常发誓 很难预测 三 二 一 欢迎回到脱口秀大会 一为一分区对抗赛 现在是下位区恐后赛的下半场 精彩 继续 好 有机生活 有经典 生活就要多笑脸 感谢原生乳蛋白 这么多的经典有机台 独家滚名播出 想咋退就咋退 开七天 还能免费退 感谢升级新电商的 瓜子二手车联合赞助播出 好口腔 说好脱口秀 感谢口腔健康 让段子更香的 云南白药口腔获给品 特约赞助播出 六十动物 为了对抗接下来的这个人 专门打磨了一段新作品 也可见 脱口秀天花板 给大家带来的压力 掌声欢迎周其默 大家好 我是周其默 肉食动物真是特别厉害 果然不是吃素的 但是我一听说呢 今天的比赛有复活 我这个心里啊 突然涌出了一股暖流 现在呢 就listen to me listen to me 好不好 我是一个北漂 在北京呢 待了九年了 我就发现在大城市生活呢 有很多问题 比如我在北京 租过很多房子 每次呢 都能赶上这栋楼里 有人装修 每次都是在一个睡意正浓的早晨 然后就听见 你们是不是经常听见那种三连 那是怎么回事 是师父眼神不好 前两次钻错了是吧 然后这种声音呢 不光是吵 关键是它引起我一种深深的自卑感 因为装修的房子 肯定是它自己的房子 我在北京天天想的是 我什么时候能在这儿 有个自己的家呀 在租来的房子里 但是那个装修的声音呢 仿佛一遍遍在向我炫耀 我的房子呀 我的房子呀 这是你的呀 想买做梦去吧 但是你又睡不着了 我在大城市生活呀 特别容易堵车 所以有的时候呢 就能碰到那种路怒的司机 什么表现呢 就是车堵在路上 一动不动的时候 这个车里回荡的 全是它的喘息声 就感觉它又分娩了 它又分娩的不是孩子 而是一个想法 撞上去 顶着前面这排车往前开 在车里也是坐着 在牢里也是坐着 在牢里还有人聊天 在这儿聊天还被打差评 我觉得司机最吓人的地方 不在于他怒怒 而在于他害怕你给他打差评 他在怒怒的时候呀 对你态度还特别好 这个是最吓人的 有的时候你一进到车里 就感觉这个司机 已经非常的暴躁了 永远在那儿急加速 急刹车 然后喘息 但是突然来一句 车内温度合适吗 没事没事师傅 我自我调节 咱们导航走可以吗 这话说的 我下车跟着走都行 我觉得这套评价体系 真的太厉害了 如果它不是用在司机身上 而是用在乘客身上 就比如我的差评多 我以后就打不到车了 那我以后会对司机 非常的客气 打到车以后 都是我主动给司机打电话 说师傅 我到了 你可以开过来了 我就在路边 蓝色一蓝的 打着双闪的 还有我在大城市生活 花销也特别大 说实话 我有的时候都不知道 我那些钱都花在哪 有的时候我看我微信 当月的那个总账单 我就很纳闷 就这个数字 它跟我有什么关系 它是不是随机生成 我一个月 怎么能花这么多钱 我是有充电宝 没有还吗 还是有人一直在骑 我没有上锁的 共享单车 它现在应该已经 上了穿藏线了吧 但是你往下划 往下看 一笔一笔的 都是当时自己 确实花过的钱 但当时怎么一点 心疼的感觉都没有 我就觉得是因为 现在的扫码支付太方便了 就你的手机 逼 这个钱就没了 所以我觉得现在的手机 应该在扫码支付的时候 换一些能够让我们 心疼的声音 比如支付50 支付500 支付5000 你家的孩子流浪在耳边 没有那好衣裳也没有好烟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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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钱本来就不够花 不精华 但是大家现在还都比着花 你看一到情人节的时候 这个男的就开始比了 我给我女朋友转个520 我转个1314 感觉自己很大方的样子 大方你咋不转5201314呢 我看你能转几次 保证你一辈子只爱一个人 男的还愿意比手表 说我这个表啊 十几万 我这个几十万 至于吗 不就看个时间吗 你买了这么贵的手表以后 你拿手机 是不是还得避开时间呢 可不能看 一会儿用手表看 要不然亏了 好的 别说这么贵的表 我爷爷之前 连一块普通的手表都买不起 一样过得挺好的 就看太阳 看得特别准 我爷爷如果去奥运会当裁判 可以看太阳给选手赌秒 苏炳天9秒83 反正我要这么多钱 我肯定就不买表 我就在北京付个房子的首付 然后亲自装修 再用上东鹏严板 灵甲犬抗污还耐用 想想就很爽 每天早上拿着电钻在那 哇 哇 哇 你房子呀 然后楼下的找上来说 一大早你钻就钻 你喊什么玩意儿 好 谢谢大家 谢谢你们 谢谢周老板 三 二 一 请锁票 掌声再次给周老板 我看周老板的那个表演已经把这边所有人都演战起来了 哇 哇 哇 这天哪 看那个感觉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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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 天花板哪 哇 太厉害了 每回要说钻三线 第一回算错那个 那个我那太有感觉了 因为我被钻的太多了 我都在脑海里了 最最奇妙的就是好像所有人都经历过 对 但只有他说得出来 对 我以前破解的方法就跟他一块嚷嚷 他一坐上我说 好嘞 然后就 塞拉一个棒 然后就是跟 然后就是那种瞎起哄 但是他这个能想出来 自个儿哄 哇 哇 哇 就感觉我特别耐心 对 这很厉害 炉火纯青 真的 也不敢 不敢 谢谢 谢谢老师 所以我上一次说 我说他不需要技术 他是把技术搞到血液里面去了 他只要出那儿说话就行了 其实这种就又像脱口秀 又像独角戏 有很多的这种演 周老板的技术是很好的 棒的 棒棒的 就是说来这儿比赛 有点可惜了是吧 就是取材了 对 我值得更大的舞台是吧 下一次准备上春晚了 就应该去装修 得 我们请肉食动物 回到舞台中央 哎呀 肉食动物 现在感觉后悔吗 挑战他 特别后悔 你当时怎么想挑战他 瑞丽蛋 咱们先把手连好了吧 这不可能不救吧 这谁 谁会 确实很强啊 我们来看一下最终的得票情况 因为肉食动物很强 就有了一些 想把这个稿子讲好的那种状态 就是有点想比赛的那种斗志 如果能赢的话 我们就再搞一篇 再往上翻一下 看看能不能阅个龙门 我们再来看一下最终的得票情况 196票 196票 我去 我的妈呀 我的妈呀 只差4票 我们的满票是两满票 太厉害了 太厉害了 恭喜齐默先进入大地区 恭喜张继默颠峰师克 哇 颠峰了 我今天表现超出我预期 我真没想到是这个效果 然后这么高的票 所以非常开心 周琪默这个 太厉害了 尤其肉食动物已经那么精彩了 周老板还是云淡风轻的 周老板比赛影响了 周老板就是展现了一个 技术巅峰可以达到的状况 漫才是因为跟周期末比 所以说他显得他没有那么厉害 但是因为我觉得 他放在很多组里 他就应该马上 他就一下子就能够完胜 其实选周老板这件事情呢 是有点不太理智 选周老板就想说 打一场嘛 开开心心大家比一场 我觉得这样的话 可能节目看起来会更精彩 而且输给周老板不丢人 我觉得这不对 没什么不对的 来 我们请使用联手行动 就对了 没什么不对的 我们是演出 好 男兵两位 这边请 这边请 右手盘吧 哎 再带定坐不下了 坐不下人了 这全日 这两个球这招钱花的 可以采访一下 你们看那边的人有很多说法 想说什么 那个至上 我就想说这边味快不够了 要不我去那边吧 要不啊 两位老师本演之后感觉怎么样 两位老师本演之后感觉怎么样 大吗 啊 他的意思是大 两位有什么缓解压力的方式吗 啊 晃晃向说啊 我们为了缓解创作压力 还得靠一达无糖口香糖 两粒又两粒 嚼出爆梗 没压力 那观众朋友们现在心里也可以想一想 现在是鸟鸟 蒙恩 肉食动物 只能有一位或者一组留下来 啊 你们现在就可以琢磨着 这次还挺难选的 但是后面还有俩人 我们两组都很难及时 还有网绵和颜颜月呢 对吧 我先过去 还有接下来这位呢 对不对 哇 装修了 装修的还挺好看的 又要读稿会了 我自己的稿子还没弄好呢 我得给大家好好改一改 压力有点大 尤其是开完读稿会给他改的更好 所以今天约了海员 来一起聊一聊我的稿子 看看得改的再好一点 装修的现在很厉害 就是有点难 我们看了一些新的读书秘籍 这本是屠龙刀 这一把是倚天剑 如果一个人同时拥有这两本手册 那还要在装修这个事情上就无敌了 怎么比啊 虽然没有改什么 好像心态变得更好了 小秋加油 我的这一篇怎么进呢 我之前本来有一篇稿子 但是话题上跟诚哥这个喜剧领导一比 就有点弱了 所以我想临时换一篇稿子 展现一下我自己可爱的一面吧 感觉你这铺垫太长了 这肯定不行了 还等铺垫呢 还可以 还等铺垫呢 我觉得我本身是个挺可爱的人 但现在大家接受了我愤怒的一部分 如果他真接受我是可爱的人的时候 在这个舞台上可能会走得很远吧 我本来以为邱瑞稳超胜券 但昨天看了诚哥突出奇兵 既有毛又有盾 谁也打不过呀 我还挺期待他们的追求 胜负真的不好说 越改越好好像没有办法呀 最重要的还是给大家一个比较放松的状态 你觉得还是能够一打的 接下来这位呢 对不对 掌声有请 陈璐 大家好 我是陈璐 这个喜剧领导 is coming啊 今天再给大家简单的讲两句啊 小周的小周 小周刚刚的表现还是很棒的啊 小周刚刚的表现还是很棒的啊 小周 但是有点抢领导的风头啊 太炸了 算了 我还是简单的讲两句吧 我是一个山东人啊 这个我们大家对于当领导有着天然的向往 小时候小伙伴们一起玩过家家 六个小孩 我们有三个爸爸 三个妈妈 没有人当儿子 当然三个爸爸还有一个正爸爸 两个副爸爸 当时我就是一个副爸爸 我太渴望当正爸爸 我跟他说我什么时候才能当上正爸爸 他说你不要着急 小朋友 以后我这个位置就是你的 我现在四岁 等我干到六十岁 我就退了 而且自从当上领导之后呢 我爸真的开始对我的拖骨秀表演提建议了 他说你作为领导 你讲话节奏太快了 你说话一定要慢 要等 不管你讲了什么玩意儿 你只要等 一定能等来掌声 还是我的爸爸好啊 这个当领导以后呢 其实我身边的拖骨秀演员们 都特别的尊重我 对我很客气 尤其是很多新人啊 跟我说啊 诚哥 怎么能在拖骨秀大会取得好成绩 这时候老人就跳出来帮我说话 说你们怎么说话呢 能不能问点诚哥会的 新人也很委屈 问啥 诚哥会的也不多 这个我确实在节目里 上次说了我在上海的公司当领导了 哇 那个老家就传开了 但是越传越邪乎 传着传着成了我在上海当领导了 亲戚们出去都是 哇 我大侄子是上海的领导 提他好使 我爸妈也不跟亲戚们解释 你看他们不信咬不传咬 也不屁咬 而且这些亲戚们还问我爸 说你儿子这个喜剧领导 到底是什么级别的干部 我爸说我也不知道是什么职级 反正他的工作吧 就是每天给人到处讲话 而且听他讲话还得给钱 然后亲戚们就 他还收钱呢 那你儿子这领导估计当不了多久 听说我在上海当领导之后 老家真的有人托我办事了 就是我的亲戚跟我说 孩子考较大差两分 你认不认识较大的人 能不能给我办 我说较大的人我倒是认识 但庞博能不能办 我就不知道了 估计已经较学了 我当上领导之后呢 我爸妈是心态变化最大的 他们天天在盼着 有人给我送礼 都半年了都没有人来 他们都着急了 说我爸说 就没有人求你办事嘛 怎么连个送礼的都没有 为了让他们放心 我只好给自己买了礼物 求同事送给我 而且我去同事那里 我还得准备两份礼物 我跟同事说 这份是我送给你父母的 这份是你送给我父母的 因为我老是送礼 导致同事的父母 都特别喜欢我 还问我 你在公司是个什么官呀 我说我是父母官啊 这个公司真的 我现在真的是领导 公司还给我配了一个司机 但我经常忘了我有一个司机 就是有时候司机送我去一个地方开会 我开完会自己打车就回家了 留下司机在那里苦苦等待 等到半夜司机给我打电话 说诚哥你在哪呢 我突然想起来 对啊 我有一个司机啊 这怎么办啊 我只好说等等我 我还有半小时开完会 我赶紧自己打车回去 这个自从公司给我配了司机以后啊 我的打车费是成倍的增加 当然作为喜剧领导 其实我在公司也不敢有脾气 因为大家知道我管的这些人对吧 很可能一上完节目一下就比我红了 你说我刚骂完人家 人家就拿大王了 我就很尴尬 是吧 大王都是领导不好 我也没想到你也能有今天 所以每次脱油大会 刚录完是我脾气最大的时候 因为距离下一个大王还有一年 然后随着时间的推移 我的脾气就越来越小 然后脱油大会录制期间 我的脾气就变得无比的随和 我甚至都忍不住恭维起来 而且他们都很纳闷说 哎呀领导 你怎么老是拍我们的马屁呢 然后有人说 没有啊 他们没有拍过我的马屁啊 废话你都淘汰了 谁要拍你的马屁 最后呢 今天是跟邱瑞比嘛 小邱啊 这个 我今天也没有啥压力 对吧 赢了就是领导好 输了就是领导领导的好 当然了 我还是希望小邱好好的发挥 发挥出最好的水平 恰到好处的输给我 因为我再也不想拍他的马屁了 好 谢谢大家 我是陈鲁 谢谢 谢谢陈鲁 好 三 二 一 请锁票 还是很好 陈鲁还是很松弛 整个日记都很松弛 对 我觉得既然都会过去 那 他就跟人生一样嘛 人生总会过去的 这个 对 现在确实 我觉得跟他们没有啥可比的 我觉得 我觉得陈老师这回 就特别放松 他这一季都特别放松 对 特别好 以前有什么目的吧 才会迷路 我现在感觉是散散步 聊着天就 就已经 脱得很棒了 对 溜达式的脱口秀 溜达式脱口秀 靠谱 就感觉陈老师 没少观察自己的领导 身边全是领导 因为我们公司我原来就是 他们几个合伙人以下的一个 没有名分的人 没有名分 所以天天在观察他们 后来终于有了一个领导的身份 就很自然 很自然 我们挺像的 中年迎来了事业的小高潮 也没遇到什么中年危机 都是中年契机 也不能这么说吧 我现在其实生活 生活还挺苦的 吃够了感情的苦 很苦很苦 OK 谢谢诚哥 谢谢 进入等待区 获得了20票的领校园拍灯 接下来又是 大老师预测了9个冠军 接下来又是一个9分之1的冠军 也是成故口中的小秋 掌声欢迎邱瑞 你们好 我叫邱瑞 可以看得出来 不是属于长得特别好看的那一类的是吧 好看 哇 你们情商真高啊 但我真是上大学的时候才意识到 自己是属于长得丑的那一类 就长得丑这个事儿 你是很难有自我认知的 就只有你长得好看 才有人当面夸你 但是如果你长得丑 都没有人提醒你一下 都没有人提醒你一下 你就只能靠自己悟啊 我之前一直觉得我比胡哥长得还帅 就直到有一天啊 我同学指着我 跟一个比智盛还丑的哥们说 哎 你俩长得挺像啊 我才发现这个事儿不对啊 但是更不对的是 那哥们儿听完比我还生气 我上高中的时候 对自己长相还挺有自信啊 特别喜欢自拍 我在QQ空间里 甚至有一个自拍相册 叫小姐请自重 里边每一张照片 都展现了一个十七色的少年 对时尚两个字的误解 我当时觉得沙马特 是这个世界上最帅的东西了 我一米七的个儿 烫个一米九的头 这个发型拍合照的时候 就特别尴尬 以我的身高拍毕业照 只能站在第一排 但是我的头发 就把后边人挡上了嘛 吴老师让我站在最后一排 最后这张照片上就指我这坨头发 飘在前排校长的头上 我那时候真的太爱沙马特了 我把自己QQ名称都改成了 叫障碍狐哥 高中时候大家都特别喜欢装忧郁 我为了装忧郁真的牺牲太多了 我甚至还买了一本叫柴 叫小纸袋嘛 上课的时候看被我们老师发现了 东北老师教育的方式 就讲究一个赶尽杀绝啊 抓到我上课的时候看小时代 就去图书馆给我借了一套郭敬明全集 让我抄一遍 这是我见过最南辕北辙的教育方式了 我要是抄完一整本小时代 整个时代还能有比我更会忧郁的人吗 马上就要考试了 别的同学都在复习 没有力的作用就没有加速度 我在那边默息 没有物质的爱情就是一盘闪杀了 我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了 现在讲出来还是一样的丢人呢 我原以为自己做过的蠢事 早晚都会忘掉 在现在科技真的进步了 被你忘掉的事儿 Q空间都记得 而我的愚蠢都以火星文的形式流传下来了 早晚有一天被我女儿发现 我真没办法想象 如果她翻出我这个造型的大头贴之后 我还怎么样做一个雅丽的父亲 我肯定没办法教育她了 我要是教育她好好学习 别早恋了 她能马上给我甩出来一张 心里有作坟 仗着未亡人 谢谢你们 我觉得粗略危险了 三 二 一 请锁跳 这就是讲短了吗 是有一种戛然而止的感觉 我 是 我本来有个开头 但我觉得不太好 我就给临时删掉了 就是结束的有点突然 是 这一段也没写的特别完整 但是是我 我觉得我特别想说的 我就是感觉我有的时候 有可能不能为我之前说过的话负责了 我就看我那推出空间 我就电闪雷鸣的 就是 你那照片能在节目不当天公布一下吗 那个 那个太丢人了 但是我们都或多或少就沙马特小的时候 对 而且特别 我看见有的哥哥以前染头发 我就老问人家 说您这个染头发是漂完了头皮成 还是我爸看见打我疼 我看你们三位在最后时刻都拍个灯啊 邱瑞感觉就是特别的明日之子 你知道那种感觉 就是感觉他特别厉害 但是怎么今儿没找着嗨点 就是那种 恰恰我是认为他 他这次说的跟上次不一样 所以我才对他觉得我再想看一下 我就最后一刻拍了他 这次是我特别想讲的之后 就有点可惜 就是越在乎吧 他就越有用适出事 那个镜头子 我太在乎他了 我是觉得他很稳的 就是因为我第一次看嘛 我比较公平 反正我挺喜欢这种稳稳的节奏的 是不是有领导的压力在后边看着 感觉不能表现的 我觉得他刚才完全在领导的预测之中 他正好在您的这个 所以小青孩很懂事 懂事 有前途 赢了比赛 输了人生又如何是吧 有前途 可以可以 但是我感觉这里最懂事的是淡总 你看他没拍 对 因为他跟 他跟蒙恩都给我一样的感觉 就我觉得他们 这可能是我的问题 我可能有一个比较高的心理预期 那邱瑞还是不错的 还挺厉害的 来我们请陈哥来到舞台中央 来看一下陈霍 邱瑞现在是20对15 两人最终的得票 陈哥确实找到一个新方向 他也跌大了一个成果20级 这样的东西 我希望陈哥能把这个人 意义之间接续 他也有这个能力 邱瑞临时改稿 其实还是很有风险的 但是我也比较理解吧 这抽屈演员其实大家在台上还是 最想讲自己真正想要讲的那一部分 我们恭喜长布156票进入带电区 他每次来就感觉 刚被按完摩一个半小时 按完摩加过钟 就感觉浑震着放松 哪儿都舒服 就天地都宽了 就是这么一人 我觉得陈哥就是状态好 如果说周期末是技术的巅峰 那成果就是气质的巅峰 就是一股气质 就是我就是溜的 就无所谓 大家就喜欢 还是他 许志胜长得太像 谢领导 谢领导的门口的门口的师傅了 他长得太像 那小秋啊 不管是因为什么原因吧 但是其实真的好像很可惜 因为我觉得他没有发挥出来 他一直那种特别冷 因为他特别狠 在于他在一个特别小的点 说我对自己也没办法狠起来 你知道吗 我是喜欢我高中那个形象 我特别喜欢这个形象 因为他之前最迷人的点 就是在一个小点上 他一点点抠这个点 给抠的 那个那个哭 抠的越来越大越来越大 就特别精彩 他今天没在那个点上较劲 就感觉没有那个刺激感 但我想给大家展示我的过去 我觉得我都走到这儿了 我要一点点带 带着大家进到我的宇宙里了 早晚有这么一天 早晚有这个一步 知道 但我特别理解邱瑞的那个 说的那个情绪 其实很多这边这边的 尤其比过脱口秀大会的朋友 应该都给你一个情绪 到了某一天 就想说一说 自己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那就一个位了 那待会怎么办 可以 还有什么待会 还剩一组 没有还 还一对双胸胎呢 这样吧 我来做这个坏人 当然了我们现在最方便的方式 就是再把它救回来 对不对 但是呢 根据刚刚现场的投票情况 我觉得 似乎没有这个必要 我这个话可能比较残酷 邱瑞即将离开这个舞台 有什么想说的 请跟大家讲一下 我很喜欢今天这段表演 好 OK吧 就这样 谢谢邱瑞 明年再见 谢谢 我其实真的挺喜欢这个表演 也挺希望观众能接受到表演 好像是有点冒险了 邱瑞因为我一直觉得也是这一季 非常厉害的一个人 我觉得邱瑞一定要在这恨奖 透口秀就会特别好笑 因为她就她跟她的鼻子一样 她要非常的尖刻 就是那种感觉 我觉得特别有魅力 这次的创意我们是这么想 我们骑着车 带城市上坡 下坡 坡有百公里 他说so easy 还行吗 不够清纯 对 贴心走后 让青春释放出炙热能量 烧房子宝 让每一次前进五色卫浴 绿元电动伤 想安心吃饱 6年呢 绿元夜冷电动伤 续航百公里 品质保6年 咱们收拾一下心情 接下来上场的 也是本场最后一组选手 我觉得我们三个人演的一些剧也挺好的 我们就不要比了 对 我们就演个剧吧 对 他们正好写剧 对 然后我还搞音乐 我们弄音乐剧三个人 是不是很合适 对 大家开心一下吧 你想怎么开场 我们是不是得说一下我们是一个人 上来是我们先说话还是你先说话 我们今天就用一首歌 让大家把痛苦转化为绝望 我们后面聊的还不是这个事 有点割裂感 这是我们最后收 好像还是收在爱能超越理解 那个有点节奏可能有点出不来 我们合作还挺困难的 我们写了好几天 但最后可能我们现在想聊的话题 就还是更适合自己讲 然后我就后来还是决定分头写 上一季我的作品就是共鸣多一点 但是我自我少一点 但我这一季更想追求讲自己想说的话 但是其实写歌这个事情想夹带私货 它是不容易的 我们的稿子已经差不多了 但是看到阿免还在有点痛苦 可能稿子还没有完全写好 所以我们就想把说话缓解一下他的焦虑 我想买一朵睡脸给网绵 让他好好睡觉 好好睡 收花 就是收花 对 我就是收花 对 这是第一次收到 刚好不是第一次 还有几次 还有几次 反正就是女孩子送五次 男生话还挺可说的 喜欢吗 而且他送了四次 那咱们不想手下留情 希望我们和网绵能够都把自己想说的话说好 哎 严严 咱们三胞胎要玩得开心哦 接下来上场的也是本场最后一组选手 掌声欢迎严一 严月 大家好 我是一个双胞胎 去年上了节目以后 我们俩也接了一些大火 有一个跑车品牌都找我们去店里做演出 让我们两个明显没有摸过跑车的人 跟一群开着跑车来的人 说跑车有多好 但那天我们也觉得 其实我们俩真的买得起一辆跑车也会很尴尬 因为一辆跑车 如果是一个男人站在旁边 你会觉得 他买得起这辆车 如果是一个女人站在旁边 你会觉得 他男朋友买得起这辆车 但如果你仔细看女人是我们俩 你会觉得 他们在卖这辆车 你们看我们的服装 现在我们上节目 他们都让我们一个人穿裙子 一个人穿裤子 他还好不是一红一蓝的 不然也太像公厕门上两个小人了 其实我一直很羡慕厕所上的那个男小人 因为你们看大街上 那些安全标志上的小人 全都是男小人 什么红绿灯 小心地滑 禁止随地大小便 还有安全出口 就感觉男人可以一直犯错 犯了错 还有专用的安全出口 而女小人只会出现在两个地方 要么在女厕所门口站着 要么在公交车上怀孕 然后男小人探险完回家 看到女小人怀孕 安全出口 不过我最羡慕男人的是他们可以不做家务 我爸就从来不做家务 从来不洗碗 他还会找很多借口 什么手扭伤了 手拿着遥控器呢 手还背在身子后面呢 而且真的让我爸洗碗 他也会洗不干净 有时候我就会想 男人是真的都不会打扫吗 但我看法治新闻里的那些男人 把犯罪现场打扫得很干净呢 感觉好像做家务只是女人的事情 连家政工这个工种都叫阿姨 之前看到有个男的去当家政工 居然就上了新闻 而且新闻居然叫她 男阿姨 男阿姨真的特别伟大 因为她没法像别人一样跟老婆吵架 她不能回家以后跟老婆说 要不是我辛辛苦苦的在外面 脱地 你怎么能在家里舒舒服服的脱地呢 有些男人就喜欢幻想一个 默默为她付出的女人 比如我有一个前男友 她说她想要的家是她的港湾 她一回到家就有好吃的好喝的 她就只要躺着 我觉得她想回的不是家 是她妈妈的肚子 那种好日子 一个人一辈子只能过十个月 出生以后就过不了了 因为她要做个人呢 做家务真的都是女人的事情 连扫地机器人的声音 也全都是女声 一开机就是开机开始清扫 感觉如果设置成男生 她就只会说 行 我一会儿扫 然后就一动不动地卡在沙发上了 然后就一动不动地卡在沙发上了 感觉男的当机器人就可以是变形金刚 女的当机器人就是扫地机器人 感觉变形金刚要结婚 只能找一个扫地机器人 这是秦天柱和她老婆 秦托地 秦托地问秦天柱 今天是我们的纪念日 你要送我什么礼物吗 那今天我自己打扫自己的犯罪现场吧 秦托地说 你扫啊 嗯 行 我一会儿扫 谢谢大家 谢谢 这个太准确了 这句话我感觉我这一生说了太多遍了 而且 之后还接一句卡在沙发上了 我太靠谱了 我感觉这句话我说过太多次了 对 我跟我妈也常说 一会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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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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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那儿吧 放那儿吧 对 放那儿吧 一会儿啊 我觉得安全出口的时候还有点怪 就那个点找的有点强词夺理 但后面的这个扫地机器人是非常好的 当然他们发现那个点特别神 然后阿姨只能叫阿姨 那个也很好 对不对 就是男的他也只能叫男阿姨 男护士 还有好多就找的那点特别特别准确 不是 你们说男护士 我想毛不易呢 对 男护士都能成为毛不易 对 怎么办 我是说他们说男阿姨这件事 其实大家可以想想 挺好的 就是有很多职业 大家就不自觉的前面加个女加个男 但很怪啊 就是护士 但也就会说男护士 包括说 那大家经常说的什么科学家 就要说一个女科学家 是吧 就这还挺有意思的 他们捕捉到了一个很准确的现象 好的 感谢炎炎月获得了20票 给你学校园的拍片 进入等待期 接下来要上场的演员 掌声欢迎王敏 大家好 我是王敏 刚才炎炎月讲了很多关于男生的段子 是吧 巧了 我今天准备的就是一首 关于男子膝盖的歌 很慌啊 我感觉我们男生好像 时刻都在被男子膝盖绑架着 没有办法 因为我们从小接受的就是这种教育 我五岁生日那一天 我爸就指着我 王敏 你是个男人吗 男人 从来不过生日 所以我们男生啊 经常会有很多非常非常傻的行为 单纯只为了一个目的 就是证明我是个男人 请欣赏一首男人的歌曲 I'm a man No cry No bursting 你给我放下 女人 放下你的二维码 不要跟我说什么 这顿饭我全款拿下 你给我放下 怕你 你给我说明书干嘛 这个柜子装完就是晃的 这个柜子装完就是晃的 你说的没错 我太会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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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给我放下 妹妹 我用不着凭起子 你难道不知道男人为啥 长了两胎牙 再来一把 你给我放下 你的电话 你的电话 根本用不着上网查 还有什么是我不知道的 癌症 我还不会治吗 I'm a man 你给我放下 你给我放下 我说了半天了 你听不懂吗 你听不懂吗 你把我放下 我说够着了吗 不用你帮忙 不用你帮忙 我本来也没想拿它 就算我真的想拿 自己也有办法 瑶瑶也掉下来了 规则是荒荡 I'm a man 你给我放下 这都过了多少年了 放下你的前任吧 方便 你给我放下 你给我放下 他 第一个 你个男人 I I I'm a man 真的男人 让女生面对危险 不像话 就算他 已经抓到了蟑螂 你给我放下 我说 整个男人 翘起兰花指 不像话 就算你是张学友 你给我放下 放下 好球 好球 太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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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全都自己一个人笑话 什么时候才能把 男子乞丐 你给我放下 放下 放下 天哪 天哪 十三 好球 太酷了 太酷了 这个比去年的都好 对 他喜欢这些东西我们 都没有打得过 街机还打得不过 3 2 1 请锁票 掌声再次送给王勉 王勉 你要卫冕了对不对 卫冕 厉害 厉害 突然看到了王者风范 你知道吗 特别优秀 你刚刚看到我四只手都在 四只手 变异过来的 真的 真的好 特别棒 欢迎王勉回来 这个好棒啊 真的 对 自己感受如何 就挺爽的 是不是还是这么演 对 还得这么演 还得这么演 上一期想说的话还是太多了 这么样就对了 对 有点厉害 怎么办 是真的好 是真的好 这组是强强对话 怎么办 来 先请严一严月回到舞台中央 我感觉他们这仨人今天说的是一回事啊 对 严一严月呢 先说了一个在沙发上卡着 就让我挺难受的 我感觉王勉 这个每一句都挺扎心的 一定得杠自个儿是个男的啊 厉害厉害的 有点厉害哈 今儿这个 今儿的比赛有点来介 行 无关如何 我们先看结果 请看严一严月 对 创包开的文本 有非常丰富的细节 然后能用细节来支撑观点 然后又能以这样的喜剧节奏呈现出来 征服观众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 我觉得王勉这场是比去年更好了 甚至我觉得得票可能 应该跟周老板不相上下 谢谢 谢谢 这也太厉害了 我的天啊 王勉191票 只差9票就达到满分 是 不是 我们现在可以 当然我们要救 救完之后那边还有三个救 我们现在就说了 想让他们纠结一会儿 是这样的 是这样的 其实本来呢 就是 我们这一期就想要合作 你看我们聊的话题就很像嘛 对吧 然后但是没有找到合适的合作方式 所以 所以是这样的 就是 我们本来这一次录制前的商量好了 就是无论谁晋级谁淘汰 然后下一轮我们都是要一起登台合作演出 但是 因为我们出于对这个舞台的尊重 因为下一轮是很激烈的 很严肃的赛制 所以我们这样的话会不公平 所以我们下回可能就是回来进行表演 但是就不参赛了 然后就走到这儿 但是 虽然不参赛 但也不代表我们以后不会回来表演嘛 对 可以决赛啊或什么 我们再回来养 我怎么没听说你决赛也要回来养 是他退赛了 我来理一下你们的逻辑 因为他们决定下一赛段要一起表演 但是如果比赛 三个人在台上占便宜 你们觉得这个不公平 所以要放弃比赛 意思就是他们三个人都不会再敬逐脱口秀大会的大王这件事 但是会在这个舞台上继续表演 对吧 对 王勉我理解 但是人间音乐 可以拼一把呀 你们是三个人上官好的是吧 因为真的很想跟他做这个作品 我们这几篇作为对手磨合的特别好 那听观众朋友们这个感觉还是觉得有点可惜 王勉安抚他们一下吧 因为我第一次比赛的时候就说想演什么就演什么 但如果我们想合演的话 下一轮就太不公平 好 尊重三位的决定 那么既然是退赛 咱们也不用放什么伤感的音乐 还会看到他们 感谢你们今天精彩的表演 谢谢 虽然推出 但是还是很荣耀的 因为我今天看到了他的王者风范 他今天这一次发挥出了他上一季 《得多大王》的那个风采 就跟我去年 第一次看他在台上嘶吼的那种表演 那天是一样的心情 特别激动 我觉得就尊重 他们只是想完成一个更期待的作品 他们的退赛特别能理解 我是觉得比赛不重要 就表演更重要 而且我觉得对他们是好事 我是其实挺喜欢敏和这样一种 就是从比赛当中跳脱出来的感觉 挺理解的吧 总要有人去拓宽这个舞台的边界 既然他们三个人想做这个事情 就让他们做吧 我还挺期待的 他们仨做了一个非常好的东西 就是他们要下一季把这场他们精心准备的东西展现给大家 这个我感觉太酷了 太炫了 现在就想过去把那篇好好洗好 不然就丢人了 对啊 当时演一篇巨烂的 对 观众说你们干嘛 脚底又退赛 我觉得我们和王明都是很喜欢去探索这些东西的 所以就感觉还是很值得的 我跟颜颜月会在尊重赛制的前提下 然后在后来给大家带来一场我们想要合作的表演形式 然后也希望还在比赛的选手今天能收获自己想要的成绩 加油 因为是王明他们退赛了 我们先把刚刚联手复活的所有人给票数最高的直接补给进去 对 其他人要交由你们投票 我觉得这样比较公平一点 好不好 这样公平一点 我们先来看一下所有被联手复活的朋友的票数 好 那么肉食动物173票直接获得了下一场比赛的比赛资格 恭喜 等一下 大家如果还记得的话 邱瑞 现在呢肉食动物已经晋级了 所以我决定也给他一个接受大家投票的机会 好不好 对 又把邱瑞喊 邱瑞已经打车了 因为当时没有想到会有两个名字 因为我却觉得他不会赢肉食动物 但我也不知道鸟鸟蒙恩和邱瑞大家会怎么样 我们现在先去把邱瑞叫回来 邱瑞过来吧 你过来吧 我说太酷了 我可 来 那我们直接请鸟鸟丘瑞 杨门恩来到舞台中央 来 那位老师来 来 这位老师来 来 来 本场表现来获得他的投票 大家回忆他们的表演 回忆他们带给你什么笑声 好吧 我们来开始投票 都很好 其实 对 都复活的完了 那个环节 那个环节我非常纠细 好像站在那里三个人 我虽然没有投票权 但我感受非常纠细 我从感情上是想 复活梦的 我觉得 娘娘她的视角 她好 我觉得 做事大会还是需要一些 新颖的视角 我个人敬然 我希望娘娘留个下 丑瑞他的潜力 大家知道 所以说大家从 任何他们过往的判断也好 从对他未来的期待也好 就应该是他 3 2 1 请锁票 你们 你怎么 你又干 你干什么 你啊 我帮他们报幕 他们都看不到 省得领导再站起来了 什么的 智盛 你怎么人的性格和面貌 会这么相符合呢 你干什么 那我们就请智盛来唱票吧 等一下 好吧 你看清楚啊 我们马上就要公布了 接下来公布 分数 哈哈 哦 哦 说呀 我看不到了 感谢阳门 复活成功 我们进入阶级区 首先蒙恩他那个票 观众投票其实是比彩灵高的 我们不想让领校园的这几票 决定了演员的去留 这是一个原因 另一个原因就是蒙恩一直都很好 当然想给他再来一个机会嘛 蒙恩还是醒一醒啊 长点心啊 就是他自己应该也知道自己状态不是最好 感谢观众 感谢那个装置 感谢观众还愿意让他多演 现在呢 先请邱瑞吧 因为邱瑞刚刚是很潇洒地离开了我们 这次是要 这次再次要离开我们 搭他这三技三出 非常抱歉 我又把你教科还弄了一次 这种心理经验的你可以跟周期末交流一下 他比较熟是吧 现在还有一个机会跟我们说两句 我真没啥好说 我特别喜欢那个小男孩 特别喜欢这个 你们不喜欢的我也喜欢他 我再喜欢那种 喜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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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欢那喜欢那 因为在这一季是非常非常抢眼的新人 我们非常期待你下一季的表演 感谢邱瑞的道感 谢谢 来吧 娘娘 这是另一位非常让我们惋惜的新人 就我觉得我已经超额完成任务了 然后我还会继续干脱口秀 就请大家来线下看我 我会进步的 谢谢大家 谢谢娘娘 娘娘娘很棒 我是你的粉丝 谢谢娘娘 再见再见 谢谢谢谢 因为娘娘在我心目中感觉是 一直独秀啊 就是非常的浓扑腾 而且实事性 包括想象力 就是那种共情实在太棒了 真的很可惜啊 因为脱口秀演员这个工作啊 是一个五年至少五年十年的工作 你肯定不是一年两年的事 所以娘娘这才刚刚开始啊 那后面简直了不得 我觉得我上节目已经得到很多了 觉得打开自己是对的 然后我变得比以前开心了 一口金点快乐加冕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本赛段结束之后的全部结果 直通小北磅礴斗的回答广志 带定区有十一位朋友 来赢得最后直通半决赛的名额 比赛是残酷的 但也是精彩的 感谢各位 感谢各位 我们下周二 周三届 微信搜一搜效果 来效果小程序 参与本期节目的话题互动 别走开 后面还有彩蛋 谢谢大家 再见 来大墨 中秋节准备送过点什么呀 送你送到小村外 你怎么还唱上了呀 有句话要交代 那你倒是交代呀 中秋送经典呀 经典有机奶3.8克高蛋白 还有经典有机A2纯牛奶 全家都能喝 那感情好啊 你得多送点 我一个人就能喝好多经典奶 没问题 欢迎来到脱骨秀小会 这场比赛真的太残酷了 有的朋友淘汰了 有的朋友退散 周老板现在还是懵的 对 还是懵的 我才是真的懵的吧 现在叫杨蒙恩 平时灵感迸发最多的地方 是在哪里 吵架的时候我们就是 你说你这个不行 那你说一个行 那我然后就说 真说一个行 就是为了面子都要写出来 那个歌 这个方法一个人可以用 就是特色 我这个梗不行 哎 我要是写一个行的梗 我觉得你行 因为你的表演是好的 生存法则 蒙恩应该知道 就是多交几个优秀 起爱退赛的朋友 哈哈哈 他们总能在你即将死的时候 帮你一把 突然退赛 哈哈哈 善于采纳读稿会的建议 对这个 善于拍马屁 哈哈哈 结构是好的 其实只要在那地方想梗就行了 领导还是 我们成了领导吹风大会 哈哈哈 有机生活 有经典 生活就要多笑点 感谢原生乳蛋白 怎么这么多的 经典有机奶 独家冠名播出 想咋退就咋退 开七天 还能免费退 感谢升级新电商的 瓜子二手车 联合赞助播出 好口腔说好脱口秀 感谢口腔健康 让段子更香打云南白药 口腔护理品 特约赞助播出 感给感给又感给 嚼出爆梗 我可以 感谢嚼出我的范儿的 一打无糖口香糖 行业在做播中 不图不怕长 快乐超续航 感谢续航 百公里 品质保六年的 绿元夜冷电动车 行业赞助播出 来小红书 标记你的幽默生活 感谢超会生活 超幽默的 小红书APP 行业赞助播出 不听不听 除非懒人唱听 感谢好内容 根本听不完的 懒人唱听APP 指定赞助播出 保卫发际线 控油防托 就用养元清 感谢帮助每个人的头上 都有毛毛的养元清 赞助播出 梯舞空间多变化 快乐才能装得下 感谢由一套房子 四个文字组成的小鹏梯舞 赞助播出 墙中自有墙中手 名权抗污 没对手 感谢墙面装修新物种 东鹏延板 赞助播出 掌声欢迎张若云 欢迎石正老师 你们觉得我长得像狗吗 你们演员介绍我的时候 会说我是脱口秀陆寒 我喜欢你 滚 糟糕 是清通的感觉 这个满脸胡子的山东大汉 最喜欢的是香草芝芝眉眉 挤什么挤啊 别挤了 我的段子 我的段子 我那些幽默的段子 有恋爱吗 恭喜 获得最后一个晋级名额 有机生活有经典 生活就要多笑点 感谢原生乳蛋白 怎么这么多的经典有机奶 独家冠名播出 想咋退就咋退 开七天还能全款退 感谢升级二手车 新买法的瓜子 联合赞助播出 好口腔说好脱口秀 感谢口腔健康 让段子更香的 云南白药口腔护礼品 特约赞助播出 两粒两粒又两粒 嚼出爆梗我可以 感谢嚼出我的饭的 一达五汤口香糖 行业赞助播出 路途不怕长 快乐超续航 感谢续航百公里 品质保六年的绿元夜冷电动车 行业赞助播出 来小红书APP 标记你的幽默生活 快来小红书搜索脱口秀 让你幽默加成 快乐拉满 下载懒人唱听APP 收听更多精彩脱口秀 感谢好内容 根本听不完的懒人唱听APP 大力支持 宝贝发气线 控油房拖就用养元清 感谢帮助每个人的头上 都有毛毛的养元清 赞助播出 屁股空间多变化 快乐才能装得下 感谢由一操房子 四个轮子组成的小鹏屁股 赞助播出 墙中自有墙中手 林泉抗屋没对手 感谢墙面装修新物种 东鹏岩版赞助播出 正片没看够 每周四二十点 锁定腾讯视频 脱口秀小会 听学生们唠嗑也快乐 每周五十二点 某某与我 脱口秀背后的故事 精彩呈现 节目独家音频合作伙伴 更多精彩 尽在QQ音乐 酷狗音乐 酷我音乐 懒人急速版 上微博 参与脱口秀大会 暴梗话题讨论 发表你的暴梗观点吧 打开微信搜一搜 搜索脱口秀大会 发现更多精彩内容 上知乎 搜脱口秀大会 和知乎打主 一起热聊节目话题 更多节目精彩资讯 尽在新浪娱乐 新浪综艺 上微信视频号 搜索腾讯视频 脱口秀大会 解锁更多精彩内容 上虎扑 搜脱口秀大会 与GRS 一起精彩脱口秀大王 上低香医生APP 搜健康百科 你想吐槽的健康问题 这里都有答案 感谢新浪娱乐 微博综艺 新浪综艺 微博幽默 微博脱口秀 新浪新闻 界面新闻 扎克尔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每周二周三二十点 更新上下集 会员抢先看 每周四二十点 更新脱口秀小会 老科笑不停 每周五十二点 某某与我 脱口秀背后的故事 精彩呈现 每周还有脱口秀 双人直播 等你来看